大家好,我是周一生 今天我讲课的主题是 冬季化进补系列讲座的第四讲 冬天进补的多吃也少吃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根据中医养生理论听人相应的原理 冬天天气寒冷 人们的活动也随着减少 但人们实际就不减反正 有的还很旺盛 睡眠时间也比以前延长了 这是合乎治安规律的 也正是这些活动的减少 人体能量的消耗相对也会减少 大量的物质被住藏在体内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这么好的进补时刻 我们该怎么吃 哪些东西该多吃 哪些东西又少吃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焦点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我们一起探讨 从进步的量上看 从总体来看 我这里所说的量 包括食物的总量与质量 在这两个方面 饮食上都要注意 少吃 以控制食物的总量 和高能量食物的食用 都有助以减少胃肠 和肾脏的负担 一个人每天吃了多少食物 不能偏偏只看 一天吃饭的次数 有些人平时吃饭不多 但却喜欢吃零食 这些零食加起来 其实也不比一天三餐吃的少 还有的人一天虽然只吃两顿 但每顿肚子高热量 高蛋白的食物 其营养总量也不可低过 这都是我们平时需要留意 和重视的问题 第二 从进步食物的总类上来看 要多吃总类丰富的食物 如五大类食物 骨 鼠类 动物类 肚类和坚果 蔬菜 水果 以及菌藻类食物等 这些食物种类繁多 可以每天换着吃 但要避免挑食和饮食单调 第三 从进步食物的属性上看 要多吃清淡的食物 吃上油腻和重口粮东西 酸甜苦辣都可以尝一尝 但是太咸和太甜的不能多吃 另外 少吃点苦味的食物 就能解脱防止进步过度 引起上火 要多吃温热的食物 如羊肉 牛肉 可以补充人体所吸的蛋白质等 少吃良性的食物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第四 荤蔬搭配 少吃肉 多吃酥脆 这样人体就可以保持 营养的充足与平衡 第五 从进步的自然法治上看 要少动多水 以应对人体的内劲 动静相互依存 好 现在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冬天进步有全面的整理观念 控制饮食的总量 多多荤蔬搭配 粗细结合 动静相应 才能使进步 既全面又科学合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的讲座感兴趣 请开启小铃铛 分享 订阅 并留言 大家一起来探讨 谢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